这盘棋讲解是一剑三雕 2024年的望天一之木烟 这是最新对局 对方是三省斋 这么看 开局是西安之路 对非左向 红方这边上马 黑方他也上马 红方是把这个马跳起来 控制河口 黑方上边马 先单体马 只要机会一打 你前进无路就得退 上这边暂时没用 现在红方他的意思就是加中炮 你要打就采中足了 黑方到这就平一步 他现在准备出局抓炮 红方出来看住 这里也可以封局 实际上没有封 他决定掌局 意思是你过来之后 可以冲冰的踩你 这个时候黑方是不能过来的 如果一旦过来就上当了 红方就是空城记要诱他 吃着你 正常你得去保 一旦你一保 这一冲冰就会有问题 你看着可以赤马杀底士 他有一招直接空城记 让你吃 吃完之后就问你怎么走 首先你不能回马 否则炮打一将仇军 相调是空头炮 上马这个将军仇军厉害 你可能会选择一个平炮 将军的话强行齐军 这个时候其实红方退炮就行了 这虫炮将厉害 对方就有去拦 那这样的话就简单给他一吃 那你正常得吃掉 这样的话他杀进去 到这你双军一线想杀他 他飞个象 可以归位 那这东西将来随便抽就行了 红方优势非常明显 除了一个回马之外退狙 这样的话他可以上马踩马 打狙的话吃你一个 然后你要是出狙 吃掉你 一瓶炮看似要杀对方 其实先跟你一讲 正常不是的话他可以对狙 这样的话一多七少 你下不过他 那这儿如果说你再给他向掉 准备这个双军错 在这个盘面下 红方可以狙吃炮 黑方虽然一将 这边看似一步杀棋 其实的话这个棋 红方狙一将 不是的话是不让他泡八斤一将 但是他这里可以狙五斤 出去的话看似不能狙五平六将 但他可以狙四斤一将 这样还是跑不了 红方这个棋非常犀利 所以对方他不敢过来 人场的话他想去看这个马 又怕人家打 所以先走出一个掌局 提前防范 红方先盯着再说 黑方在掌局 这是一个历代淘江之际 红方这个棋他推炮 这个意思就是过来打狙 我狙赶走之后 又可以打马 然后再加中炮 那这样的话 黑方不愿意 垫进来 这个棋跟刚才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就在于 红方再去冲兵的时候 黑方再平 你就不能打了 否则的话 这个狙杀底是就是个杀棋 所以红方这部炮我推 可以说是 风险和机遇共存 那你微星炮也是有弱点的 所以黑方就看着这个时机 见缝插针切进来了 此时红方他选择招法是吃一个 对黑方来讲 正常是要向掉他 平常的话是担心这个金炮 到这以后 黑方其实是可以规骂的 红方这边得吃一个 吃完之后打掉 这边虽然有空头炮 但是他这边有一个平局要对的起 一旦一换掉局 你这个炮其实是坐不住的 比方说吃了吧 看着好像可以退 其实你刚一走杀一将就吃掉你了 那么这儿你可能不会对 不对的话 正常你要走一个推炮回来杀他 那么他可以选择去拦就行了 将来这个棋 即便你再甩过去 他这边也是杀一将 这儿的话至少给你换掉 所以你一个单炮 这个棋是坐不住的 黑方这个棋可以说是相当有利 那这儿的话 可以弃个空城给他 临场的话 黑方没赶这么走 他走的不回马 这个棋还不如采掉 太保守了 结果反而给红方一个金炮拉住 红方这一炮 牵对方三个字 可谓是一箭三雕呀 到这儿黑方就有点尴尬了 那么临场的话 黑方是上马 先绞杀 想脱身 那么这个棋如果先补士会怎么样呢 到这儿人家就是上马踩你 逼你过来 然后将军准备吃你 对方到这儿的话 要么就推炮 要么就戳老将 推炮这个意思就是准备通过叫杀 把对方这个马给他吃了 但是人家可以抢先捉你啊 这边关键有一个吃马的棋 那这个棋没有打是担心啊 将来这个棋拒炮被牵住啊 他简单吃 是希望对 黑方当然是不对的 红方退回啊 就可以交给兵啊 简单你向掉一边跑就行了 所以总体来看啊 到这儿红方多子 所以这种棋不行啊 那既然不行 他现在这个棋啊 就得出 出去的话 红方顾不上吃叫杀 只能飞向 黑方到这儿啊 要么就选择炮四 平易啊 双方一个交换 红方也占优啊 如果恩主不想交换 他可以踩下 踩完之后呢 先骑后去 你要上马就给你下了 所以这种棋啊 这儿发展下去啊 他也是红的有利啊 那这边这个棋 红方如何突破呢 他可以吃炮 这个棋很经典 无论你是 进炮啊 双拘一抢你 这边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打将 他可以反将冲你去啊 那你退的话也不行 包括你退两步 人家被你砍掉了 所以只能退去继续保 这样的话人家打你一下 最终还是这边的棋啊 走这之后 底线穿一将 这边就可以吃你了 所以对方瞬间失子啊 这个棋也是要输 所以总体来看啊 你先不是肯定是不行的 对方很无奈 对方很无奈就上马了 红方到这儿就先援个像解杀 刚才说不是不行 那么他选择招法就退回了 因为你要是走鞠马就丢了 现在的话 这棋红方打一将啊 黑方在落像 棋空投 跟刚才就不一样了 那么刚才对的一个子啊 有一个平局要对的手段 现在的话他又没有对决得起 而且红方已经围成了 黑方就相当危险了 他上马主要是为了鞠可以点进去 逼对方去啊 表态 那一吃双方一个交换 到这里都是必然招法 换了之后 他是把鞠赶快拿出来 好不容易喘了一口气啊 红方先捕拭不给他吃马 对方上马就要吃炮 红方退回交给了马 黑方现在上马就被踩 红方再点起来 黑方他踩着马 意思是找机会过来再踩炮啊 想偷杀 红方到这儿选择招法 是先给他一将 黑方到这儿只能选择上马 因为这个棋你要捕拭的话 那鞠就没了 到这里的话 红方退回又是一步踩鞠 黑方呢 没办法 只能再把马退回去了 那接下来红方是跑 八退四啊 准备继续要杀他 黑方想拦还拦不住 马口 怎么办呢 他选择招法是进炮去挡 为什么不选择上来呢 因为上来宠炮一将 出来的话 这个鞠下去一点将呀 鞠杀 所以对方也很无奈 到这儿的话只能去挡 那么你一挡 他这个炮又打过来 这个棋走的妙呀 他继续叫杀 对方到这儿也没办法了 因为你不能上呀 上去的话 那你将把鞠吃了 所以他这儿他就强行啊 挡住吧 如果炮四平六啊 可能担心将来啊 再吃吧 硬踩回来 还得丢啊 索性就是完强一点 那你这样走他也是这么下 关键是他现在啊 有认为 我这个炮不放你嘴里啊 你不踩我 你用鞠吃我可以吃你一个 给你对杀 那红方也就吃了啊 黑方抱着这样一个信念啊 跟红方拼了 但毕竟红方多子啊 王天一走了一步 居武推 这样的话也是求问啊 看住兵 这个棋倒不是怕你吃兵啊 关键是中间想杀你 对方现在啊 他只能走一步棋 如果走两步棋的话 上到这样之后啊 能再回一个马 就可以电炮解杀 但是不行 来不及了 红方顺势啊 中间一将 到这里对方认输了啊 因为你出哪边都是一样 他这一将你进不去了 所以黑方这盘棋啊 确实是草率了啊 那么中局杀得很激烈 关键是他 没敢去向调对方 讲话的情况下 这边啊 将来总是有一个对军期 可以结尾 这空城记是不怕的 但是临场的话 没敢起空头啊 然后呢 没有抓住 红方这个炮舞推的弱点 最终的话 这个棋啊 被王天一逼的是 直接败退 后面的话 交叉出局啊 不得不认输 最终是王天一获胜 不得不认输